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新闻 在这个圈窍的世界里面,干净世界影视平台《尖尖World Plus》为你带来一系列精彩的影视作品 每部作品都经过精心挑选,不但呈现出积极的精神风貌,而且融入了丰富的传统价值观 让你可以在放松观赏的同时,也可以收获心灵上的启发和灵感 现在,标准订阅每个月只需6.99美元,随时享受高品质的观影体验 而黄金订阅每个月只需9.99美元,享有更多专属内容和得券 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维码Soundhope S-O-U-N-D-H-O-P-E,即享15%折扣 加入加印尖World Plus,和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具有启发性的娱乐平台 我们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表示,下星期将会是乌克兰的历史性一个星期 引起海外媒体和网友的好奇与猜测 但近期,美国两架B1B战略轰炸机已经进入了乌克兰的领空,成为焦点 另外,在援助到手,弹力充足的优势下,乌克兰军击了30处俄罗斯能源设施 美国两架B1B战略轰炸机进入乌克兰领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美国战略轰炸机航空兵的作战运用再次成为焦点,突显B1B在美国军事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B1B轰炸机因为它的长航程,制空时间长,再贺大而且多氧化的特点被视为美国全球攻击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在装备6机和潜射弹道导弹之前,战略轰炸航空兵一直是美国进行核攻击的主要手法 特别是在对抗前苏联和它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阵 即使在今天,B1B仍然是美军三位一体核力量之中的重要一環 能够高效进行多氧化任务 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的主要优势在于 航程远,制空时间长,可以由美国本土出发向世界任何地区展开行动 运用灵活,在飞行中可以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在何大而且多氧化,去备防守区外发射的精准导引弹药 机载设备和武器保证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都能高效击中目标 根据美军作战预定方案,对付好像俄罗斯和中国似的对手 必须具备进行快速核攻击的能力,在60分钟内进行第一轮攻击 然后转入大约90至120分钟的全球快速攻击 因此,五国大楼在2008年成立了全球攻击司令部 统合美国三位一体核力量之中的陆机弹道导弹部队 和空机战略轰炸航空兵 不过随着美军B1B轰炸机进入乌克兰的行动 俄美之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23日,乌克兰8枚Atakums导弹 襲擊了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 俄罗斯举国愤怒,矛头直指美国 一周一些媒体推测有两种可能 一是北约国援助的F-16战斗机抵达乌克兰 乌克兰军方高层消息人士曾在5月表示 几乎渴望在6月至7月由北约有邦国接收第一架F-16战斗机 迟至5月底,丹麦、荷兰、挪威和比利时已经承诺 送F-16给乌克兰,总共85架 将会组成4个F-16中队 而其他国家就答应培训乌克兰飞行员 美国也答应要提供乌克兰24架F-16战斗机 甚至还附送飞行员,连人都找好 这些先前由美军退役的战斗机架驶员 将会大大提升乌克兰的空军战力 X-退主Ed Lawrence-09874431表示 据专家分析,乌克兰收到F-16之后的第一个军事行动 可能进军克里米亚 虽然目前乌克兰军队在克里米亚战场 已经见到胜利曙光 俄罗斯失去了黑海艦队 失去了防空系统 失去了运输渡轮 但是乌克兰目前对克里米亚的補给不容易 并需要战略中深度 第二是海王星巡航导弹研发成功 海王星是乌克兰自主研发的反舰飞弹 射程将达到1000公里 可以深入攻击俄罗斯境内 甚至打到莫斯科附近 乌克兰曾经在3月23日 向克里米亚半岛展开大规模的反攻行动 以海王星成功击中俄罗斯 两艘蜷除级的大型登陆艦 蜷除级艦是苏联时代产物 但是到现在 仍然是俄罗斯海军登陆艦的主力 3月26日更击中俄罗斯登陆艦 康斯坦丁奥以上司机号 令该艦徹底失去战斗能力 另外烏克兰东部领导部队的联合部队司令索多尔 已被扎连司机果断撤换 先前索多尔被指控指揮作战不力 并且滥用权力 扎连司机表示 我决定以荷纳托夫准将取代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司令索多尔 24日烏克兰表示 对俄罗斯30多处能源设施进行了攻击 好像练油厂、码头和油库 烏克兰今年加大了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攻击力度 试图中断俄罗斯军队的石油供应 同时压止俄罗斯维持战争的经济能力 在前线方面 随着西方援助武器逐步抵达 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弹药短缺之后 乌克兰的前线士兵终于有足够的炮弹 另外25日起 欧盟将会展开接纳乌克兰和摩尔多瓦 加入欧盟的谈判会议 这个星期 也将会邀请扎连司机 前往布鲁塞尔参加欧盟峰会 签署雙方安全协议 乌克兰和欧盟之间的未来安全协议 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个涉及安全和国防 包括9项具体承诺 向乌克兰提供现代化武器 乌克兰人员培训、掃蕾 支持乌克兰核安全和网络安全等 第二部分涉及民事方面 主要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前景 欧盟也将会和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等17个国家一起 签署类似的双边条约 帮助基辅击退俄罗斯 中共权贵家族被爆在海外藏匿巨额财富 与此同时 普通中国人却连出国都变得越来越难 最近传出消息说 中共海关盘查更加严格 这两天 网上流传一篇网友爆料 一名上海人要去英国 凌晨在北京首都机场过边检视 被两名海关工作人员询问 去英国做什么?去做什么工作? 为什么不回国工作? 五、六个问题之后 海关扣下了这位网友的护照 将他带到小黑屋 开始查手机 连聊天记录、微博 上策在内整个机翻个底朝天 在凌晨时分 被这位网友的妈妈打电话查家底 问了家里各种情况不僅如此 还被网友一起租屋的室友打电话 检查租房合同 整个文化过程 全程录像录音 这位网友说 被盘查两个小时内 就眼看至少五个人被扣低 这五个人都不是去东南亚 而是去欧洲国家 也不是福建户口 其中有个男生 是北京本地人 还有一个人出国 讀预科 都被扣低 也就是说 中共海关并不僅僅为防范 非法移民 这篇爆料说 中共海关查得非常严 一个女生是廉嫁出国 海关连老板的名都要问 还在凌晨1点 叫这个女子给老板 和同事打电话 毫无隐私可言 爆料说 这两盆查他的海关人员说 后边会越来越严 中国这波越来越大的出国潮 是随着经济崩盘 政治压力越来越大而兴起的 最近出走到美国的上海人 颜维穎 日前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 自己就是被上海封城惊醒 决定离开中国 颜维穎 曾在上海徐匯区街道做会计 捧着所谓的金饭碗 但封城期间 他看到太多的人间惨劇 例如一个朋友的父亲 被小区保安挡住 去不到医院 搞了几天后 出了小区 却叫不到救护车 终于送到医院 却没有医生看病 一个月后 六十多岁的老人去世了 颜维穎的朋友说 是共产党害死他的父亲 他和共产党有不共大天之手 颜维穎说 封城是一场政治运动 不仅打残了上海经济 更是对市民的精神折磨 在这个城市 看不到未来 看不到希望 中国人想离开 但中共不让走 南华早报本月错透露 现在不仅公务员要上缴護照 连国有银行、大学、医院的高管都要上缴護照 要出国必须申请 但中共权贵家族 却可以自由来去 不僅如此 他们将巨额财富 转移到海外匿床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 5月发布报告 揭开包括中共党魁习近平 及其他中共政治局常委在内的 高官在海外的藏匿床 其中 习家族至少累积7亿美元财富 中国再次发生襲擊外国人事件 江苏省蘇州市一对日本母子 在等校车的时候 突然被一名男子池刀斩傷 兇徒还企图登上校车继续行空 车上一名女员工奋力阻挡 被斩成重傷命危 据日本驻上海领事馆24日晚通报 一对母子24日当日 在巴士站等候蘇州日桥学校的校车的时候 被一名手上持刀的中国男子冲出斩傷 接着兇徒又企图闖上校车 一名校车上的中国籍女职员出面阻挡 立即被斩到重傷命危 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表示 被斩傷的日本母子 送院治疗之后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中国籍女员工就失去意识 情况危态 仍然在医院进行抢救 该兇徒已经被捕 他的行空动机是否针对日本人 还有待调查 事件发生在一个很多外国人 包括日本人聚居的地区 这家学校星期二停课 中国其他日本学校也加强了安保措施 日本驻上海领事馆 已经派出工作人员 前往现场进行调查 与此同时 日本驻北京大使馆 警告日本国民在襲击发生后保持警惕 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疑犯似乎是中国人已经被拘留 由于苏州鄰近上海 是日本企业投资最多的地区之一 案發之后 立即在日本人聚集的社区 引起不少恐慌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 要求苏州当局加强注意 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而日本政府就向北京提出交涉 要求確保中国境内的日本人安全 日本驻北京大使馆 并且提醒国民在中国出行时 应该注意周围環境 并且要格外小心 这个月10日 吉林省吉林市北山公园 才发生四名美国爱河华州 康奈尔学院的美籍教师被刺伤的事件 据悉日本母子被砍的事件 在中国大陆网络很快就受到封杀 有网友把新闻转发到微博 但只不过短暂存在了几分钟 就立即被封杀 网友忍不住 全网全平台搜不到 場外都在播 有网友就以图片的方式 发送到平台 立即人发评论和关注 有网友指出 随便到中国的微信 微博抖音上高搜索 都能搜到多年来 大量关于苏州日本人学校的阴谋论 中共政府的网络控制 从来都不删除这些谣言帖子 看看外交部今次怎么收尾 由国产的抗日片 都铁头在靖国神社小便 再到抖音拳打日本人 东北到人美国人 官民狂吠东京电力排核廢水 不能不说 今天的仇日仇美 都是你们当局一手挑起的 我们再来看看国际新闻 下面请听报导 维基解密创办人 澳洲公民阿桑奇 和美国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 结束在英国的监禁返回澳洲 为这场抗日持久的法律争端 画下句号 阿桑奇已经同意 承认犯下一項串谋獲取 和传播国防资讯的刑事罪名 承认违反美国间谍法 阿桑奇已经在英国监狱服刑五年后获释 并乘搭飞机离开英国 而在之前她同意对一项 违反美国间谍法的指控认罪 阿桑奇在26日上午9点 会在太平洋领土塞班岛的一个法庭出庭 预料将她判处62个月的监禁 其中包括已经复刑的时间 梁仁也等同她在英国复刑的时间 维基解密在社交平台X表示 阿桑奇自由了 在度过了19801日后 她在6月24日上午 离开贝尔马什最高界被监狱 她获得伦敦高等法院的保释 并在下午 在史坦斯特机场获释 在那裡登上飞机 离开英国 维基解密说 被阿桑奇获释 是一场全球运动的结果 并表示 阿桑奇很快便会和妻子Stella 和两个儿子团聚 维基解密说 当她回到澳洲时 我们感谢所有支持我们 为我们而战 并且始终坚定 为她的自由而奋斗的人 阿桑奇因为2006年 推出为基解密网站 而声明大噪 美国阿桑奇直升机 襲擊巴格达 造成两名记者 在内的十多人死亡的镜头 迅速提升了该平台的知名度 而在2010年 发的几十万份有关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 美国机密文件 以及大量外交电报 进一步巩固了该平台的声誉 但是就被视为 美国军事史上最大的情报涉物事件 《维基解密网站》 发表了有关很多国家的资料 但是在2019年 美国决定 以17项違反《间谍法》的罪名 以及一项不当使用电脑的刑事指控 对他提出起诉 并向英国提出引导要求 之后阿桑奇和美国政府 进行了多年法律攻防 而对阿桑奇的指控 就引发重怒 他在世界各地 眾多的支持者认为 作为《维基解密》的发行人 阿桑奇不应面临 通常用来指控联邦政府雇员 涉取或洩露资讯的指控 相反 调查人员一再声称 他的行为危及美国国家安全 违反了目的是保护敏感资讯的法律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 一直主张释放阿桑奇 今年2月 澳洲议会通过一项要求美国政府 停止起诉阿桑奇 准许这位澳洲公民回国的法案 近5年来 阿桑奇一直争取 不被引渡到美国受審 今年4月 拜登曾经表示 他正在考虑澳洲提出的 美国放弃喜索阿桑奇的请求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的报道表示 希望欧盟在7月4日前 取消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的 臨时性关税 欧盟对进口自中国电动汽车所征收的 臨时性反补贴关税 将于7月4日生效 税率最高达38.1% 同时欧盟正在对中国电动汽车 进行反补贴调查 他们认为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受益于中国不公平的补贴 对欧盟产业造成伤害 欧盟委员会贸易专员 艾尔迪斯·都布罗夫斯基斯 6月22日 与中国商务部部长黄文涛 举行了视频会谈 雙方同意就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 反补贴调查案启动磋商 欧盟反补贴调查结束后 欧盟27个成员国家贸易部长 将在11月2日前就此进行表决 街市可能决定征收为期五年的最终关税 《环球时报》报道了 中共正在考虑对进口自欧洲的猪肉 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倾销调查 中共商务部上星期宣布将进行此调查 还提议对欧洲预製品和大排量汽油车进行反补贴调查 中共暗示,可能采取的各种报复措施 对此,希望资深记者25日 采访了资深评论家吴嘉隆 欧盟的经济大国是德国 德国的重要产业是汽车业 那么中国廉价的电动汽车 因为这个背后,涉及到国家补贴 也是不公平竞争行为 那么美国已经先做了示范 中国的电动汽车卖到美国的非常少 大部分超过一半以上是卖到欧洲 欧洲的感受比美国强烈很多 所以欧洲学会必要去货关税 然后对它的产业做一个保护 避免被中国的国家补贴所造成的廉价电动汽车大量傾销 吴嘉隆认为欧洲必须得到这个事情 树立一个典范 欧洲必须得到这个事情树立一个典范 就是如果中方的经济手段 出现一些违背世界贸易组织游戏规则的 不公平竞争行为的话 那么欧洲一定要有所应对,敢于颁出处罰措施 也就是说,欧盟要拿出电动汽车来树立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 树立欧盟的一个内部整合成功的范例 如果不是,以后其他行业、其他产业领域 也会出现类似的倾销行为 所以欧洲一定要在电动汽车这件事上 树立它的经济决策威信 吴嘉隆表示,欧洲对中国电动车价正关税 显示欧洲和美国是同一步调 欧洲对中国电动车货关税就会显示出来 欧洲和美国是同一个步调 也就是说,如果中方想要在外交上 分化欧洲和美国的关系 这样欧洲显然会加以抗拒 欧洲显然还是希望 和美国在应对中国方面 采取更多的一致性步调 欧洲货关税 本身也会是等于在向美国表态 表示在一些动荡议题上 欧洲和美国是站在同一个方向 欧洲会推动关税 来保护欧洲的经济和就业 希望智慎记者凯特、潘祥采访报道 多谢你收听今次的今日新闻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